適當治療以後 症狀已經緩解 但是因為CT值不符合條件 無法轉出 那麼指揮中心在今天宣布 修訂了中重症確診個案 解除隔離的治療條件 從明天開始試用 我們帶你快來聽 醫院可以成立一個 跨科別的一個評估小組 來做綜合評估之後 就可以讓病人經過評估之後 評估適合轉出 就可以來轉出我們的負壓隔離 或專德病房 讓他可以提前來解割 這樣的話可以方便 他來從事一些相關的一些 共病的一些治療 或檢查的一些服務 所以這個是我們今天新增的 一個重症的一個解割條件 那這個是明天開始可以實施 而且可以回溯 適用到目前仍然在住院中 所有的確診個案 那針對這個中症的部分 我們是把他現在移到 就是說跟輕症的 這個解割條件一致 因為我們有些蠻多中症的病人 可能只是因為 氧氣濃度一時的下降 被判為中症之後 事實上恢復的很快 那讓他可以用 輕症的解割條件 的話也可以方便 他早一點的這個解割跟回家